火气越大越失眠 干火入睡难 心火心里烦 肾火睡不安 我们体内有火的时候 火气会响上 熏绕心神 心神不安时人是根本睡不着的 所以说火气越大越失眠 而且常见的火主要分为三种 一干火 二心火 三肾火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详细讲一下这三种火 引起的失眠有什么不同 以及对应调理的方法 首先干火入睡难 干火比较旺的人失眠主要就是入睡困难 比如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而且感觉脑袋胀痛 嘴里发干发苦 严重的时候甚至一整晚都睡不着觉 平时会伴随着心情烦躁 眼睛干涩或者红肿 红血滋分泌物增多 以及时不时耳鸣的情况 舌相伸出来主要是舌两边发红 骨胀明显 这时条里借着清肝火为主 可以参考一个泄肝安身玩 其次心火心里烦 心火比较旺的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出现 一种身心烦躁的感觉 好像怎么躺都不舒服 整个人烦躁 甚至心里砰砰直跳 然后也会出现口干口渴的情况 但平时主要就是伴随着口舌容易生疮 其口腔溃疡 以及小便发黄明显 甚至热痛的情况 舌相上来主要是以舌尖发红明显 这是条里借着清心火为主 主要参考一个朱砂安身玩 最后肾火睡不安 肾火通常是阴虚后产生的虚火 这种火引起的失眠主要表现在 睡着后睡不安稳上 虽然也会出现些入睡困难睡不着的情况 但主要是睡前手脚心发热 口干舌燥以及睡着后容易被惊醒 后背会出虚汗的情况 平时会伴随着一些腰酸腿软 头晕耳鸣健忘等情况 舌相主要是整体颜色发红 舌苔少 舌根凹陷或者有裂纹 这是条里的滋肾因 降虚火为主 可以参考一个昆泰胶囊 那以上就是由于火引起的几种失眠 但并不代表所有失眠都是火太大引起的 建议大家一定要弄清楚自身情况 不要盲目用药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